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ZOO DIY 今天这个视频 给大家介绍一下 怎么样安全的把车子给架起来 我今天要做的是Rotate轮胎 所以第一件事呢 就是要把车子给安全的架起来 现在这个是我需要用到的工具 这里我展示了 几种 Jack 这种呢 是三又二分之一吨的 Floor Jack Heavy Duty 非常重 这个是车子 配的一种简易的Jack 另外我还有一个Jack 是稍微载重大一点 是我另外一个Truck上配的 这边有四个叫Jack Stand 这个在把车子架起来以后呢 会用它来把这个车架给它支撑在支撑起来 这里我准备了几块木板 用它来垫在这个Jack Stand下面 这种比较简易的Jack呢 基本上是用来作为换那种爆胎了以后 作为换备用胎用的 因为这种Jack的载重非常的有限 它只有800公斤 然后基本上 这种Jack呢 它是用在 它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在这个位置 没电了 好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就是原厂 用来把车架起来的地方 这里有两个标记 然后这个是一个安全的位置 所以基本上你爆胎以后 可以用这个 可以用这个把它架起来 好 就是这样 但是呢 有一个问题 如果我需要把四个轮胎 全部架起来的时候呢 如果要把四个轮胎 全部架起来的话 我需要用 这种Flow Stamp Jack Stamp 那么 我会把这个位置占用掉 当然可不可以 把它放到其他位置呢 有可能也可以 但是我不愿意take这个risk 所以这样呢 我就需要找到一个 其他的位置 把车子给它架起来 由于这种Jack呢 它首先它的载重非常有限 然后它如果伸到车子底下的话 就非常不好操作 所以我就需要用 这种 Heavy Duty 的 Floor Jack Floor Jack呢 Floor Jack有很多种规格 最明显的呢 是它的载重 像这款是3.5吨 7000磅 那么买什么样的规格呢 就是说 我的建议就是说 如果你可以买载重量大一点 Heavy Duty 一点的 就是 Go for that 就是不要去买那些 小的或者是只有两吨的 两吨半的 虽然有些车是 Compact 可能不需要这么重 但是大一点的总是会好一些 因为它会 应该会更耐用一些 有一个说法是 车重的75% 好 这里呢 给大家展示一下 那么打开驾驶座的门 驾驶员的门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 Label 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 这种车重 在这 叫做 GW GVWR 4072磅 1847公斤 好 由于这个车重呢 是4000磅 1.8吨 然后75% 大概是3000磅多一些 然后1.5吨吧 这样呢 似乎像这种 Compact Car呢 你可以用两吨的 Flo jack 像我这个3.5吨是 for sure是OK的 因为它已经完全超出了这个要求 但是就像我说的安全起见 more better than less 所以 make sure make sure 就是说 留一点余量 因为这个确实涉及到你车子的安全 和你个人的人身安全 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下面呢 我们就要找到一个地方 去把这个车子架起来 它是把车子重重的 它没有专门的车架 它是把车子重重的部件呢 焊接起来的 嗯 有两个比较safe的地方呢 叫做 它叫做cross member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 它是在轮子 两个轮子中间 有 有一个 比较strong的铁的部件 这个是可以重重的 然后 像这个 连接轮子的这个arm 我不建议大家去 用来去 重重 因为它实际上是车子的一个 转向和suspension的一个部件 嗯 它并不是用来design 去承受这个车子的重量的 如果 jack up这个地方呢 很有可能会damage 它的suspension系统 会需要一个 如果它变形以后 你就需要一个昂贵的维修 嗯 但是这个bar 是可以的 嗯 如果我jack up在这个中间的位置呢 这样呢 我一次性呢 就可以把整个车子的前部 把它顶起来 这个后面 后面的车子呢 也有一个叫cross member 大家看在这个位置 这个是 也是连接两个后轴 后轮的地方 这个是可以承重的 嗯 如果在中间呢 大家可以 嗯 check up在这个地方 但是make sure呢 不要碰到这个排气管 排气管是不能承重的 所以 待会儿我会展示给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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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